2月22日,娱乐圈中的都传来好消息,57岁的好莱坞巨星昆卿塔伦蒂诺全部升级当爸爸,比他小21岁的以色列歌手尼拉皮克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产下一名男兵。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 据悉,昆卿塔伦蒂诺和戴尼拉皮克于2009年在以色列宣传战争电影《无耻混蛋时相识》,但两人直到2016年才开始交往。 2017年7月7日,二人也宣布订婚,2018年11月28日在洛杉矶结婚,一时间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祝福。 科兴塔伦蒂诺是名副其实的草根英雄,他的拍摄技巧几乎完全处于自学,在上世纪90年代引领了电影《暴力美学》的潮流,让影迷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和酣畅。 凭借着沙斯蒂诺的《无耻混蛋》的影视作品,早已将近冬略和奥斯,他都难入盲中。 此前,科兴塔伦蒂诺每次接受采访时,谈起自己的娇妻丹尼拉皮克时都是满脸笑意,如今组成了幸福的一家三口,也祝福他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